今年的两会刚刚已经结束了 今年对于房产的规划 相信很多人知道 从过去的旧楼市保楼市 现在已经调整到了稳楼市 也就是说最高部门 对于我们现在每个城市的房价的趋势和发展轨迹 是清清楚楚的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城市的房价 一些最高相关部门不知道 其实这都是有数据跟踪统计的 今天到这边来帮客户开一个房子 也是要刮卖 那么房主在这边已经打工了20年了 现在已经直接从小康生活开始返贫了 为什么这样讲 过去很多人在网上发布很多中产阶级 什么白脸开始返贫 那么现在我现实当中遇到的大哥要卖房子 08年在这边就开始正式的打工 那么在那之前 也是来来回回在外地打工了很多年 今年呢 从08年开始一直就在咱们华北最大的这个城市 打工 前前后后到现在已经接近20年 据大哥介绍大哥16岁就出来打工 最终呢 就定居在华北 现在可以算得上是从小康直接就返贫了 这五六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可干 据大哥介绍 原来一直都是做木匠 就是在工地 或者是装修家居 做木匠的 那么从这个19年左右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工程 也没有包工 找不到活 然后再加上现在还是在这边上学 也没有考上大学 没有工作就没有生活的来源吧 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贷款有些还不上了 那么之前一直都是租房子 在16年的2016年 当时大哥首付了40万 后面呢又贷款了七八十万 在这边买的房子 这么多年呢 辛辛苦苦的一直都在还房贷 但是可惜啊 现在这个收入啊 不尽如意 之前打工一个月都能有差不多一两万 现在可能连两三千块钱都挣不到 再加上现在的房价贬值 过去的房子都是在一万大几 一万七八 而现在这个小区的房价呢 毕竟是老小区 房价已经跌到了六七千左右 所以没有办法去还贷款啊 大哥只能去拍房子了 这个房子呢是从2020年开始左右就卖房子 一直到现在没有卖出去 所以大哥也在不停的去降价 现在的房价大概也就差不多要赔了三十万到五十万之间 能不能卖出去不知道 像这样的情况 其实三哥深有感触 在过去很多年 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 过去我们流行打工族的一句话 十年打工一场空 从大哥的身上 我看出来二十年打工一场空 过去打工 是在当地城市打工 当地城市消费 是攒不到钱的 确实有一些技术工种啊 过去的二十十年 挣到了一些技术的钱 但最终没想到 所有的钱被套牢在楼市 可以说半辈子的辛苦和体力钱 全部被房子套牢 最惨的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你想卖一个价钱 甚至即使是比市场价格还要低 但是并不一定按照你想象的 能够及时卖出去 这就是现在的行情 尤其是现在华北 很多年轻人流失严重 好多年轻人 中年人出去打工 或者是上学就不再回来了 工资这二三十年 基本上就是三四千块钱 这么循环 基本上也没有涨的空间 但是房子过去 这二十年疯狂上涨 均价基本上已经将近三万元左右 现在已经跌到快要破万 没有办法 现实情况就是 你不得不去还这个房贷 那么从前年开始 银行对于欠款没有还完贷款的 会给你自动延期 也就是说 你想要变成法牌房 去抵藏这个房贷 都没那么容易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法牌房也卖不出去 所以银行轻易都不愿意收你的房子了 所以没有办法 你想法牌都法牌不了 只能默默的去还房贷 所以为了现在的幸福和平稳 大家尽量远离楼市 远离投资房地产 好 谢谢大家